歡迎收看3月5號早安 新唐人 我是方全 先帶您來關心今天的天氣情況了 今天是二十四節氣當中的金質 根據傳統天氣轉暖大地春雷 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溫出現在桃園陽眉十一點八度 而氣象局今天針對北北基地區發布大雨特報 而明天清晨之後冷氣團會減弱 以目前資料來看週末都會是穩定的好天氣 接著帶您看到國際媒體的重要訊息 首先看到美國紐約時報報導 美國會撥83億美元來防疫 洛杉磯進入緊急狀態 而加州也爆出死亡首例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 意大利考慮關閉所有的學校和大學 大政時報紐約大都會版報導 美國擬免費治療武漢肺炎的患者 將會加強病毒檢測 國家加速防疫撥款 大政時報台灣版報導 大陸媒體爆料 地方應付檢查多地是復工不復產 日本經濟新聞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武漢肺炎立法 向在野黨魁尋求合作 韓國朝鮮日報 武漢肺炎病毒正在突變 變得是更具傳染力 早安新航人國際快訊 先帶您來看到美國眾議院 今天記名表決以415票贊成 零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 通過修正後的參議版台北法案 要求美國行政部門以實際行動 協助台灣鞏固邦交 及參與國際組織 法案也呼籲美方應該要尋求機會 進一步來增強與台灣的經貿關係 法案需要送回參議院 再表決通過一次 才會送交美國總統川普簽署後生效 繼續但您看到武漢肺炎全球疫情 是迅速的攀升 美國國防部警告 武漢肺炎可能是全球大流行 而另一方面呢 美國總統川普又表示了疫苗開發非常順利 而且在疫苗上市之前可能就會有疗法問世 美國武漢肺炎疫情升溫 根據美國CDC數據 截至3號 全美確診以及等待CDC確診的病例 合計108起 包括美國12個州的60例 和從武漢籍鑽石公主後撤回的48例 周二 美國武漢肺炎死亡人數在天3人 累計死亡病例達到9人 全都集中在華盛頓州 其中有8例來自金駿 位於金駿科克蘭市的長照機構 人生照護中心 於2號新增4人死亡 多人出現可疑症狀 該中心已被緊急封院 為了阻止病毒在美傳播 川普總統表示 白宮正在與國會合作 通過一項緊急支出措施 各藥廠也共享訊息 一同研發疫苗和疗法 美國媒體新聞週刊報道 據美國國防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美日情報摘要估計 武漢肺炎可能會在未來30天內 成為全球大流行的傳染病 美國國防部正在為此做準備 好的 臺灣昨天沒有新增武漢肺炎的確診案例 維持42例 但是外界擔憂 北部醫院內感染 仍然找不到感染源 是否意味著院內感染早就發生呢 中央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就回應了 以事實來看不應該會有 否則臺灣的疫情就不會是現在的情況 我們現在最大的一個警戒的一個指標個案 院內群聚感染確診人數打到7人 指揮中心陳陳匡列接觸者 擴大採檢範圍 引擎掌握接觸者404人 共採檢289人 其中6人陽性252人陰性 其餘檢驗中 重點追查案42 正面與案34不同病室的陪病家屬 42案等於是他一個從院內出院的 然後給他太太 那是往社區這樣的來走 所以這一段我們是要投以最大的一個注意 一個圈一個圈就往外去看 那一直到它是乾淨的為止 所以每一個都是一樣的重要 這期院內群聚感染 感染源還有待離親 但外界擔憂感染源是來自醫院 院內感染早就發生 院內是不是已經早就有了 我那還是一樣的一句話 早就有台灣的疫情不會這樣子的情況 以事實來看 事實上也是不應該會有 會再跟這家醫院的實驗室來合作 我想他們也本身在這個能力就很強 他們應該是有辦法去做這個基因定序 來做看是不是這幾個 是不是同一株來源的 直播官陳徐中上午到立院被巡 他表示長期來看社區感染無法避免 只能夠設法避免大爆發 陳徐中在記者會上指出 觀察國外狀況以及無症狀感染者問題 要以嚴謹態度做準備 陳徐中表示持續進行醫院準備檢驗量能提升 擴大社區篩檢 但挑戰也越來越多 接下來要努力的方向就是避免疫情往社區發展 新唐人亞太電視黃南簡 張韻婷 台灣特別採訪報導 好的 美國聯準會三號緊急宣布降息 罕見在盤中時間出手 引發美股投資人士信心震盪 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更是因此跌破百分之一 是史上首例 有專家就分析武漢肺炎在全球擴散 經濟效應讓各界都不樂觀 加上美元利率調降 國際資金因此是轉往亞洲市場 台股週三在外資轉賣為買之下 指數收盤上漲六十四點 台灣時間三號深夜 聯準會緊急降息 而且幅度多達兩碼 震驚金融圈 菲德主席鮑爾盤中喊話 卻沒想到市場並不買單 美股跌勢一度收斂 卻又擴大 道瓊工業指數三號收盤 重疊六百一十六點 跌幅百分之二點三 標普五百指數跌百分之一點五 納斯達克也下跌百分之二點二 專家解讀聯準會大動作降息 反倒引發投資人對景氣的擔憂 尤其是武漢肺炎衝擊影響 市場避險情緒濃厚 大量資金轉往債券市場 十年期美債殖利率 跌破百分之一 至百分之零點九三六水位 是美國史上頭一次 國際資金轉往亞洲貨幣 新台幣匯率周三一度來到 二十九點八六五元 強升二點二二角 外資轉賣為買 賣超六十三億元 台股上漲六十四點六三點 以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二點 三五點作收 因為美國降息 美元最近相對是個弱勢的格局 所以你看到最近 亞洲的貨幣也是持續在升值 現階段我覺得還是要注意 因為外資的賣壓不斷 因為美股在下跌 可能對於後續的台股 還會有一些壓力 但是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相對的產業 有些很多好的公司 競爭力比較強 可能受傷的程度 相對比較小 美國產業鏈受到疫情影響 甚至微軟蘋果知名企業下修獲利預期 外資選擇暫時停靠台灣市場 見機形式 根據聯邦基金利率起貨交易結果 市場預期三月四月份 FED FOMC會議還要再降息 一馬台灣央行 也可能進一步考慮降息措施 宣布取消CloudNext雲吞大會後 Google也宣布取消原定5月12日至14日 舉辦的開發者大會 這是Google歷史上首次取消開發者大會 美國財政部長美努欽週二表示 美國政府目前沒有計畫 削減中國商品的關稅 但未來權衡疫情 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會再進行考慮 中國財新網調查報告指出 中共正在大力的宣傳復工 以街道用電量來考核復工率 復工標準就是用電量要達到 1月8日的75% 而到3月10日時 用電量要達到90% 如此就算合格 有企業證實為了應付檢查 只能全天開電開燈 有的讓機器空轉耗電來達到復工標準 讓街道辦好交差 台積電宣布將與國際網通晶片大廠 博通攜手合作 將高階基板上晶圓上晶片封裝 擴充到業界首創 且最大的兩倍光照尺寸中介層 各將援用到台積電 準備量產的5奈米製程技術 正意味台積電5奈米布局有重大突破 未來將再拿博通訂單 搶使5G AI等高速運算商機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好 再帶您看到網路紅人蔡阿嘎 昨天跟孕妻騎車出門停等紅燈時 遭到一名穿著黑衣的男子持鋁棒毆打 造成他膝蓋挫傷 夫妻就醫治療無愛 警方正在調閱監視器追查兇手 警官大哥有幫我們注意到那個黑衣人 其實已經在門口 所以我們家那條巷口已經等了四個多小時了 所以我強烈的話應該是有人支持他在那邊等 另外立法院長尤錫坤昨夜也在臉書發文 表示接到恐嚇性內容批評台美關係升溫 還替中共宣傳武統 並且直接威脅要傷害尤錫坤家人 尤錫坤則是質疑 為什麼都已經報案半個月了 警局的巡邏箱還是空的 對此臺北市大安分局在深夜回應 現在巡邏箱電子化改刷QR Code 事件引發網友討論 好的 武漢封城親身案件頻傳 但是中共黨媒卻是發布文章說 日子像蜜一樣甜 點燃中國網友怒吼 下節早安新唐人帶您瞭解 不怕風浪 速度越快越省油 環保節能 安全便利 俄國軍方技術轉民用 由俄羅斯RADAR MMS研發製造 航空結合航海科技 應用多元 醫療救援無受限制 亞洲區總代理徵宇科技 誠治邀請您一同打造 未來海上藍色高鐵 純意境 台灣專業精密加工 壓住 CNC加工 表面處理 工學 通訊 機械零件 一條龍生產作業 高精度三次元檢測 品質穩定可靠 為日本知名大廠指定合作廠商 通過國際認證 誠信 專業 顧客優先 純意境 為您的需求精雕細酌 喜樂之泉 有機黑豆醬油 源自大地最純薄的美味 給您最安心的食品 使用頂級有機台灣原生黑豆 堅持品質管理 原料冷藏保鮮 珍貴二次釀造 360天製程 搭配純淨水源 與澳洲海鹽 成就健康好醬油 喜樂之泉 讓身體微笑得好味道 腳是人體的第二心臟 足弓則是身體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墊 採用德舒服專利濾精乳膠 防眉液菌 透氣除臭 遠紅外線 平均釋放足部壓力 減少膝關節耗損 讓您久站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德行天下 明視2531-9388 城市的熱門 是像心跳 它永遠無法停止 這一個磁磁 最重要的是穩定 沒有任何衝突 生命能送出 這是一個不舒服的路 在一個不舒服的路上 你需要穩住的走路 大家有這小的事 讓他們穩住的穩定 穩定 這是藝術 這是科技 歡迎回到早安新唐人繼續帶您看到香港 在今天新增兩名確診 累計一百零二例 而令人震驚的是六十歲的女富豪周巧兒 居住在超級富人區 她在二月十二號出現咳嗽等症狀之後 仍然四處遊玩 出入各種高級場所 直到二月二十五號才被驗出確診 期間五度求診的醫師 也是周潤發 謝賢 曾子丹等香港大咖明星的同一位醫師 目前與周巧兒同住的胸嫂跟邦庸等四人 已經先後確診 好 繼續帶您看到武漢市封城 從一月二十三號至今已經超過四十天 近期有兩起封城民眾跳樓輕聲的影片曝光 引起輿論悲痛 然而中共黨媒還在頭版發表文章 表示日子過的是跟蜜一樣甜 武漢居民表示沒有收入物價又高 外省捐贈的物資也無法獲得 每天都活在恐懼當中 武漢市自1月23號封城至今已經41天 湖北省政府更於2月16號下令 全省實施24小時最嚴格封閉式管理 藥物、防護用品和生活物資 採取集中採購配送的方式進行 武漢市民潘先生表示 家中快沒有米了 孩子也沒有奶喝 他現在每天都活在恐懼當中 武漢市民高先生表示 雖然可以通過社區團購 但是價格高 而外省援助的物資 武漢老百姓卻享受不到 武漢市民朱先生被隔離在單位 他也表示 物價很高 他還說 根據網上消息 3月10號之前不能復工 據網上消息 3月3號武漢漢陽有2名老人 因為沒有吃的而攜手跳樓自殺 中共近日大力宣傳復工 還以用電量考核復工率 但是財新網引述消息透露 很多地方並沒有真正復工 地方政府擔心群聚感染擔責任 要求企業全天開機器 開冷氣 以應付高層的用電量檢查 並通知工人如果接到檢查電話 要回答說已經復工 新台南記者熊斌 陳潔 中原採訪報導 美國積極研發武漢肺炎疫苗 而臺灣政府跟民間單位 共同組成的抗疫國家隊 其中臺灣一家生計公司 兩年前研發出的載體蛋白 目前正提供給各界單位使用 來助攻臺灣的疫苗研發 國內廠商研發的載體蛋白 同時提供給美國國衛院 在兩年前就研發出能夠強化 抗體能力的載體蛋白 目前提供給臺灣各界單位 免費使用 目前我們也已經供應國會院 我想這我們已經簽訂了這個 所謂物質轉換合約 那中原院跟生意中心 也陸陸續續有在跟我們洽談 可能馬上就會有供應 給國內外的一些公司 國內廠商研發的載體蛋白 同時提供給美國國衛院疫苗組長期使用 而一旦臺灣學員單位找出有效的病毒 修裂透過治療性抗體藥物平臺技術 預計最快五個月內可以進入臨床試驗 另外在快篩試劑部分 業者同時扮演著關鍵角色 就在各國全力投入研發疫苗之際 美國副總統彭斯指出 疫苗可能在六週內開始進行臨床實驗 預計今年底或明年初完成 不過武漢肺炎疫苗的研發 其實並不容易 其實並不容易 疫苗的時間大量產生出來 我想疫苗它的開發工作相當的困難 而且能夠達到一個成功有效的疫苗 需要兩年一年以上的時間 我想這個不確定 因為病這個病毒它的變異性太快 所以也沒有把握 但是我想國內外都有一些專家 正在投入這部分的研究 而且快速進行當中 臺灣抗疫國家隊啟動抗疫 關鍵三部曲 期盼能共同打贏這場戰役 好的 武漢肺炎來勢洶洶 臺灣防疫措施讓許多國家呈現 領監的醫學期刊 美國醫學會雜誌刊登報導 稱讚臺灣的應變措施 美國醫學會雜誌有刊登了一篇 就是臺灣面對武漢肺炎的因應之道 介紹說臺灣在面對武漢肺炎 有迅速的認識到這個危機的發生 另外也針對這個危機緊急應變 另外也像它裡面有特別提到 我們這個指揮官每天都開記者會 那針對這個不實謠言 還有這個安撫民心的事情 那做一些溝通 那另外就是說 看在這邊裡面是希望說 藉由臺灣的這些經驗 可以給其他國家一些未來應變的指引 好的 文章標題是臺灣對武漢肺炎的因應 包含大數據分析 新科技和主動積極檢測 文章當中提到臺灣迅速串聯 國民健康保險數據 移民署 海關等建立大數據分析 依據民眾的旅遊史 臨床症狀等判斷警訊 即時尋找確定病例 臺灣也透過數據庫主動尋找 嚴重流感症狀的患者 多次的檢測來提高準確率 好 再來 但您關心股價暴跌 員工確診 美國科技公司是否也正在受到武漢肺炎的挑戰 除了重要的科技產業 接連取消實體大型活動 例如MWC大會 以及Google I.O Facebook F8大會等 此外 外媒報導 有許多公司 已經開始投資虛擬辦公室 這也讓會議室訊軟體公司的股價 在今年以來漲了快一倍 另一個活動在拉斯維加州 關於疫情的影響 Adobe 說它正在廣告這個年代 公司說 他們正在監視這個情況 而做了難度的決定 代表運用電視訊討論 受武漢肺炎 疫情影響 已經有多長科技業的盛事 取消或改為線上舉行 包括MWC Google I.O Facebook F8大會 以及科技大廠揮答的GTC技術大會 為此也關注 蘋果的WWDC大會是否也會跟進 受影響的還有供應鏈 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的美國蘋果公司 2月曾提醒投資人 iPhone供應情況將受疫情影響 第一劑無法達標 隨著美國本土的武漢肺炎病例增加 3號一名在美國的亞馬遜員工確診感染武漢肺炎 與此同時 亞馬遜也對所有可能的密切接觸者展開追蹤 另外CNBC報道 在幾週前 一場聚集了不同產業的企業高層的會議上 有大約五分之二的人說 他們已經將更多資源投入虛擬辦公室 對視訊會議的需求推高美國視訊會議軟體Zoom Video的股價 Zoom Video的股價從今年1月初以來漲了快一倍 從1月2號的68.72元來到3月3號的117.47美元 新唐人眼的電視張淇琳綜合報導 運氣的營養補給 營酒黑麥汁 沒有工作效率 營酒黑麥汁 發育中缺補鈣 營酒黑麥汁 嚴選澳洲進口大麦精釀而成 百分之百養生黑麥汁 多種營養成分 無糖磷添加 無氣泡酒精 補充一天的能量所需 全家人的營養補給 營酒黑麥汁 吃素也可以喔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複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灣製造定位置甲具的尖端開發先鋒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個國家生產此定位甲具 唯有沉浸 能夠成功相容其他各國產品 並擁有自行研發先進人員 台灣之光 家具首選 澄浸科技 讓太陽幫你創造現金流 彰化永豐太陽能 愛台灣的新選擇 台灣製造頂級光電模組 獨特上壓下鎖工法 堅固 耐用 又環保 申請施工 賣電 一條龍服務 千糧省電 還有20年穩定收益 太陽能 少永豐 你就成為大富翁 感恩美容 最佳盛品 台灣好天 相蒙原汁 台灣原生種相蒙 豐富的川橙皮素 了解生理技能 西芙苓促進行程代謝 橙皮乾橘皮素 讓你增強體力 維持健康 自然農發果園 現彩直送冷壓 S&Q國家品質認證 給您百分百的安心 生活新主張 相蒙最健康 台灣好天 歡迎回來 帶您看到台北地檢署 偵辦王立強共諜案 除了對中國創新投資公司 主席向新 跟公親夫婦 限制出境之外 檢方後續追查他們在台灣 持有豪宅的租客 其中呢 香港籍的林旭 跟中國籍的蘇建峰 被限制出境 雖然呢 林旭蘇建峰 自認跟本案無關 申請解禁儘管 但是台北地院認為 兩人嫌疑重大 有逃亡能力 才並駁回 好在 但您看到 台灣繼續超前部署 對抗武漢肺炎 台灣財政官務署 宣布禁止體溫劑出口 優先供應國內防疫 從昨天起到三月三十一號為止 旅客如果要攜帶出境 以美人兩支危險 要使體溫劑優先供應 國內的防疫使用 那經濟部今天 三月四號已經公告 從今天開始到三月三十一號為止 對於體溫劑就會管制出口 為了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持續在全球蔓延 既口罩出口禁令後 又一項防疫戰略物資 禁止出口 財政部官務署 四日下午召開記者會表示 經濟部工業局 日前找來業者協商後 為了讓全臺藥局 都能有足夠的體溫劑配額 從週三開始禁止紅外線 耳溫槍等五項體溫 兩側設備出口 這個體溫劑包括的是 各位看這邊有紅外線的 它有非接觸的耳溫槍 那有接觸式的耳溫槍 還有一般的耳溫槍 還包括電子體溫劑 以及紅外線測體溫熱向儀 收到出口管制的體溫劑 台灣去年一整年就出口了 一百一十四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支 大部分消亡比日時 美國和西班牙 今年一二月份 也分別出口了四萬九千兩百五十七支 和五萬七千五百八十八支 除了數量相當肯觀外 也體現出臺灣製造的實力 副署長彭英偉表示 到解除出口禁令前 以海空運快遞或郵寄等方式出口 需向經濟部國貿局申請專案核准 違規則遭海關查獲 除了沒收貨物外 還會依據海關起司條例 除以貨價三倍以下法環 新唐人眼淚電視網關點黃林峰 臺灣台北報導 為真相護航 為沉默發聲 也為在第一線維護人民安全的 所有醫護人員至上最高的敬意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新唐人 感謝您收看 我是方啟源 我們再會